田爷爷,这一篇对你朋友的儿子孙小毛会很管用哦 你是说为了照顾爸爸而打算把工作辞掉的孙小毛吗 没错,长照2.0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在帮助照顾者 哦,怎么帮助呢 长照2.0不仅仅照顾失能或失智的人 同时也要协助照顾者,因为他们是最辛苦的 如果照顾者无法得到帮助与支持 很可能就会被迫退出职场,失去经济来源 让这个家庭的状况雪上加霜 原来如此啊,这一点的确是很重要 就像孙小毛说,要把工作辞掉来照顾爸爸 唉,我怎么想,都不是个办法啊 没错,如果我们能运用政府提供的长照资源来帮助孙小毛 他就可以继续工作,收入不至于中断 在照顾的路上可以持续的更长更远哦 是啊,让他们有办法继续照顾下去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政府在这方面又提供什么资源给照顾者呢 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据点 啊,什么据点 在我们之前讲到的长照四包前四包服务之中 就有一包叫做喘息服务 是为了照顾者而设计的 田野野还记得喘息服务的内容吗 哎,有哦,我想想啊 喘息服务补助 每年最多48510元 自负额最高16% 可以用于居家喘息服务 日照中心喘息服务 机构住宿室喘息服务 巷弄长照站临托 以及小规模多机能服务 没错,政府提供这些补助的目的 就是要让照顾者可以喘息 让他们平时或是紧急临时需要的时候 可以有人暂时接手照顾一下 那么,刚刚说的 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据点 也是这种临时照顾的单位吗 不,现在要讲到的 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据点 主要不是针对失能或失智的人 而是针对照顾者本身的哦 在这个据点 会帮助他调试他的心理状态、压力 并对于照顾方式及技巧 提供咨询或协助等 嗯,心理状态 对,照顾者最容易累的就是心 不然怎么有句话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 没错 长期照顾家人的照顾者 压力并非一般上班族可以比拟 上班族还有放假或下班的时候 但是照顾失能的亲人 却没有下班的时候 那么照顾者支持服务是如何来解决 解决照顾者心累的问题呢 这就是我现在要跟您详细说明的 来吧 在长照2.0中 政府设计的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 主要提供四项服务 第一是资源咨询与转介 第二是照顾技巧指导 第三是情绪支持 最后是照顾者支持团体 哇 真不少呢 先来解说第一点 社会资源的咨询与转介 一般家庭通常不知道 有哪些社会或长照资源可以使用 这些服务据点的个案管理师提供咨询 并协助连接资源 获得帮助之后 就会感受肩头上的担子减轻些 也不会觉得孤立无援 是啊 这些社会资源的申请 一般人根本搞不清楚 这项服务对家庭照顾者来说 真是茫茫大海中的一盏明灯呢 那么照顾技巧指导 具体是指导什么内容呢 打个比方 一般人在照顾失智的长辈时 通常没有相关的专业姿势 往往因为自己不了解失智长辈 可能出现的症状 而在照顾的过程 产生很大的挫折与身心负荷 所以如果照顾者 接受专业人员的指导 是不是就可以大大减少 这些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呢 你说得对耶 这样就不会弄得好像盲人摸象 照顾起来更有效率 接着是第三点 情绪支持服务 这部分我们是用团体授课的方式 设计一些活动 来让家庭照顾者放松压力 诶 像是什么样的活动呢 按照各自的兴趣 可以选择音乐 绘画 肢体活动 或者经络按摩等活动 成员们都是家庭的主要照顾者 彼此之间 也可以交换生活资讯或情报 相互交流 这一点我很认同 慢慢长路 有同伴的感觉 真的很重要 没错 这连结到第四点 照顾者支持团体 刚才所提到的情绪支持服务 在定期且固定的活动之后 就会衍生出照顾者支持团体 在这里 照顾者可以彼此倾听 相互支持 关怀 达到照顾者经验分享 凝聚互助团体的功能哦 原来如此 借着一开始的活动 最后形成一个彼此支持的团体 这样的话 就不会感觉太孤单了 没错 有需要的照顾者 可以拨打 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 0800 507 272哦 诶 小赵 我刚刚突然想到 这个做法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上这些课的都是照顾者 课程也都必须出去上 那这个时候谁来照顾家人呢 田爷爷 别忘了我们之前讲过的 长照喘息服务哦 你是说 长照喘息服务里面的临时照顾吗 没错 要出去上课的家庭照顾者 可以使用传息服务 这样一来 就有人可以来协助照顾家人了 哎呀 我不得不说啊 实在规划的太周到了 但是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到底是谁可以使用这些服务呢 使用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的条件 又是什么呢 田爷爷 其实政府提供长照服务的所有逻辑都是一样的 一开始一定要经过评估 评估后认定有这个需要的人都可以使用哦 也就是说 不是什么张三李四都可以用咯 没错 目前已经接受长照服务 或者有聘请外籍看护的个案 在符合资格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获得补助哦 若资格不服 还是要自费负担啦 了解 一句老话 资源要分配给最需要的人使用 没错